河北风宁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农夫在田间劳作时 天上忽然闪过一道刺引的白光 随着一声巨响 一个白色的神秘物体从天而降 村民们都认为这是天赐的神物 吃了可以包治百病 于是大家在田间拿起后争相品尝 不料专家赶到现场后 经发现这白色物体另有蹊跷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白色神秘物体又是什么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11年6月的一天 杨秀琴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 随后带着工具来到了自家地里 开始干农活 原本他想着早点干完手中的活 早点回家吃饭 就在这时怪事发生了 他听到头顶传来一阵怪声 顺着声音望去 一道刺眼的强光袭来 伴随着强光 一个白色的物体从天而降 随后重重地落在了不远处的树林 发出一声巨响 可当时杨秀琴并没有太在意 他拿着手中的锄头继续干活 可没过几分钟 又一声巨响再次袭来 这次杨秀琴可不淡定了 甚至视线望去 这次的神秘物体 体积好似比刚才大了一些 随后掉落在不远处 而这边杨秀琴看得真真切切 和对岸同样在干活的贵国校也注意到了 当时他也看到了神秘物体降落的瞬间 一开始他还没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等反应过来第二个物体已经落地 于是他没管三七二十一 撒腿就向神秘物体降落的地方跑去 而杨秀琴这边也没闲着 他本想上前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可又害怕是什么炸弹 就在这时 小路上驶来一辆摩托车 于是杨秀琴拦下对方 并说明了刚才发生的怪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两人壮着胆子向树林走去 到了神秘物体降落的地方 几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原来 坠落的神秘物体并不是什么炸弹 而是白色的像冰雹一样的物体 不过与冰雹不同的是 它的体积要更大一些 且好似几个粘在一起 几人面面相觑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要知道 村子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怪事 于是这件怪事很快就在村中传开了 村民们都来围观这个神秘物体 只见这个神秘物体的体积很大 且降落时的冲击力十分大 竟将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即便是那个年代有了网络 可人们对这个神秘物体的身份仍然迟疑 神秘白色物体从天而降 村民好奇争相品尝 村长阻止后找来专家鉴定 这时有人表示 天降异象 说明这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吃了之后能包治百病 于是村中有大胆的人率先拿起来试了试 表示这东西竟然是甜的 于是越来越多的村民品尝 但他们的意见不移 有的说是苦的 有的则表示有股土腥味 就在大家争论不已的时候 村长及时赶到 并且阻止大家继续品尝 这样来历不明的物体 在没有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吃 可村民中仍有人趁乱拿走几块 想要带回家保存 万一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那自己岂不是发了大财 由于村中发生的怪事太过离奇 这件事也越传越广 甚至各种各样离奇的谣言四起 一时之间大家人心惶惶 于是村长很快请来了专家 想尽快搞清这个神秘物体的真实身份 到了现场 专家先给神秘物体排了张照 随后根据观察 专家联系了当地的气象局 据专业人员表示 当天的天气晴空万里 并不具备冰雹形成的条件 这么大的冰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排除了冰雹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神秘物体 不是冰雹又会是什么呢 经过专家的观察 众人又有了其他的猜测 既然是从天而降 那么这个神秘物体 是否来自太空 如果是来自太空 那会不会是运兵 说起运兵大家一定十分陌生 但提到陨石大家一定知晓 在早些年 国内外都有陨石降落的记录 陨石其实就是太空来物 它又被称作运星 是地球以外 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宇宙流星 或是太空碎块散落到地球 或其他行星表面的 未燃尽的石质 铁质或石铁混合的物质 由于陨石是外太空物质 所以一般鉴定都需要专业仪器 目前全世界已经收集到 大约4万块的陨石 但目前的这个神秘物体 显然不是陨石 相关专家推测 这个神秘物体可能是陨冰 陨冰与陨石不同 它是彗星中的彗核 表面建设出的碎冰块 由于彗核中大多都是冰物质 当彗星在太阳系中运行时 被迎面而来的流星撞击 从而使得彗核中建设出一些碎冰块 而这些有的和地球相遇 随后穿过大气层来到了地面 对于这个物体是否是陨冰 专家陷入了一番讨论中 神秘白色物体从天而降 村民好奇争相品尝 村长阻止后找来专家鉴定 有的认为陨冰和普通的冰一样 在落地之后会很快融化 可有的专家则认为 世界上关于陨冰的记录 并不是没有 且比这种体积更为庞大的 也不是没有记录 在南部塞维利亚省的托西纳市 就曾发现过陨冰 当时一块重于4000克左右的陨冰 轰然落地 将地面一辆轿车的车顶砸得稀烂 而两天后又有一块重2000克的陨冰掉落 砸在一处酒吧的屋顶上 所幸并没有人员伤亡 随后专家将神秘物带至实验室 虽然目前世界上没有陨冰相关的数据 但可以先判断 它是否是外来物质 就在大家信誓旦旦地 等待结果的时候 现实又给了众人一记重击 经过实验结果显示 这个神秘物体并非是太空外来物 因为它里面包含的成分和地面上大多数冰的物质相似 所以这个想法也很快被排除 那不是陨冰 它又会是什么呢 这时有人猜测 既然村民当时是听到一声巨响才看到的 那会不会是飞机上掉落的物体呢 经过查询 村庄的上方刚好是飞机航线经过的地方 虽然村民表示 当时并没有看到飞机 但并不排除有飞机经过 这很有可能就是从飞机上掉落的排泄物 但很快有人表示 如果是飞机上掉落的排泄物 颜色也不该是白色 因为正常情况下 飞机上的排泄物应该是蓝色的 由于飞机是个相对密闭的空间 如果是正常的排泄物的话 就一定会有异味 于是飞机在储存排泄物时 都会往其中添加一些化学成分 而这些化学物质与人体排泄物混合 就会形成蓝色的物体 专家推测 有可能是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 装有排泄物的盖子没有弄紧 导致飞机上的排泄物坠落 而由于飞机飞行的高空温度较低 于是结成了冰块 可多数飞机上的排泄物是蓝色 对于这一说法 显然还是存疑的 相信不久后 有了更加专业的参考数据 一定能揭开这个神秘物的面纱 在这一说法